大学生作为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 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一所名牌大学 这就导致很多职业技术学院无人问津 即便进入技校也不会选择技术岗 大多选择一些互联网或者金融类的理论专业 因此很多大学生面临毕业及失业的情况 这又是因为什么 要知道目前中国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眼高手低的心态 对于普通的技术岗位看不起 而高薪职业通常又看不上普通的大学毕业生 在这种情况下却经常可以听到高考取消英语的呼声 因为对于很多大学生而言 毕业之后似乎并不会从事英语类的相关专业 同时取消英语也是为了提升汉语在未来的地位 甚至认为高考针对语文的考题 完全可以正确地引导孩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如果说将来真的要取消英语 那么上大学的门槛必定会有所提升 很有可能会达到考取公务员的难度 此外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 将来或许会出现普通大学与高职 职业技术学院合并的可能性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大的原因就是随着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量越来越多 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大约在数百万之多 可是却面临同样的难题 那就是找工作比较难 可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就是中国技术岗位的缺口大约在两千万 很多工厂与运输业出现了用功难的情况 要知道很多工厂可是开出了上万月新的条件 即便如此并没有得到毕业生的青睐 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拒绝进入工厂 至于运输业这一高危行业 更不是大学生的首选 首先来说为何大学生不愿意进入工厂 因为很多工厂在管理方面有所缺失 再加上很多工厂没有落实相关福利制度 所以很多大学生不愿意上当受骗 自然会拒绝进入工厂 至于运输行业 对于普通大学生而言 驾照等级不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再加上司机这一职业还存在一定的危险系数 因此对于很多独生子女出生的大学生而言 同样不是最佳选择 可是技术岗位的缺口还是需要填补的 因此合并高校就成为大趋所势 而且学好一门手艺 对于普通大学生而言 同样有着极大的帮助 比如说汉工 钱工等工作 只要拥有过硬的技术 完全可以到国外工作 届时工资都是按年薪数十万进行计算 更为重要的是 普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社会认可度极低 这也是为何很多企业的招聘条件 从此前的本科毕业生提升至硕士研究生的原因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 似乎绩效才是未来大学生的最佳选择 而且或许会成为香饱饱的存在 毕竟对于很多普通大学生而言 如果是金融类或者是互联网类的专业毕业之后 找一份月薪四千元至五千元的工作 还不如凭借手艺进入工厂 找一份月薪上万的工作 尤其是对于一些男孩子而言 将来还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 依靠月薪五千元左右的工资 能够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支吗 对此 普通院校更改为绩效 或者说进行合并 可能要成为将来的大趋所势 毕竟绩效毕业生在未来的就业中 可能会得到极高的认可度 尤其是取得相关证件的毕业生 或许是多家工厂争抢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 上大学不一定要避开绩效 只要自己进行合理规划 绩效毕业之后 同样可以拥有新起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